哈喽 海面上的朋友 欢迎收听 鱼脑记不住 我是你的网路好友小小鱼 很开心我们即将一起度过愉快的小时光 准备好了吗 让你的茶咖啡或白开水 一起到海底聊天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热闹令人怀疑人生了 太阳一出来 整个城市马上就变成大烤箱 外出走在路上都要鼓起万分的勇气跟拿出意志力 小鱼很庆幸自己不化妆 不然以我的排汉量大概不出三分钟吧 我的脸就会变成抽象画风 变成一个行走在路上的印象派艺术品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 对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 对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说 都是场考验 平常小鱼偶尔还会外出散散步买买菜 给自己增加一点点活动量 不能够太宅 可是最近完全不行 买菜就有请外送员帮忙了 那飞到万不得已呢 傍晚五点之前不出门 如果真的真的一定要出门 比方说接送小人去上课什么的 懒到无边际的小鱼 也会破天荒的带一把伞来遮阳 你就知道台北的高温有多逼人了 会逼到人不像自己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高温下 马路上就会出现一些奇妙的街景哦 比方说摩托车骑士好了 以前不是都会尽量的钻到最前面去吗 就越前面越好 这样子呢 一变换灯号 从红灯变绿灯的时候 油门一转马上就可以 喷射出去 速度才会快嘛 可是随着温度的升高 我发现骑士们呢 现在已经不在一股脑的往前靠了 多数呢 会在红绿灯前找个阴凉处暂停啊 树荫也好啊 骑楼边角也可以啊 就是靠着那个太阳照射建筑物产生的阴影 暂时的闪一下 行程一道还蛮特殊的风景线哦 嗯 就真的是应验了 哪边凉快哪边停啦 有影子的地方 就是这个城市的避暑点 对了 观察路人的穿着也相当有趣 夏天就是两种极端 穿的很少很清凉 那个脖子啊 肩膀 手臂 小肚子 然后到小腿大腿 整只 整只腿哦 只要是能够露出来的 不会危害善良风俗的 绝对不会包起来 就是大大方方的让它散热 或者是另外一种哦 就是会穿长袖长裤啊 帽子口罩 还要外加一把伞的哦 包紧紧 到底是要追求清凉 还是追求美白防晒啊 那是很多女生在夏天最左右为难的 同时还要注意搭配哦 不能够太糟劲哦 这个时尚挑战赛的难度 真的非常高哦 好 说是观察路人 其实小鱼也只是苦中作乐啦 因为我在看的同时就代表 我其实也在一旁热得很崩溃啊 早上啊 被迫出门哦 跑一趟银行办事情 中途经过我家附近的运动公园 我真的是没想到耶 这种天气之下 居然还有人在大太阳底下跑步 标准的400公尺跑道啊 过程没有任何遮蔽哦 我只能够说 真的是英雄 好那我们不出门 待在家总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前提是 你家的冷气没有坏 小鱼没说错吧 最近应该很多人都跟小鱼一样哦 我们的命是冷气给的 冷气根本就是我们的再生腹部 哦对了 还没有听过 雨脑记不住第一集的朋友啊 欢迎等一下 点开节目清单收听一下 在这个夏天真的很需要啊 小鱼之前在第一集里面分享过 冷气要怎么开才能够又凉又省 好 很难得哦 小鱼这一次把开场白说得那么长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高温对我的打击有多强烈了 来了来了 我们现在马上要来进入今天的重点了 吃吃吃小鱼最爱吃了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吃 夏天吃东西也是相当的矛盾又挣扎 嗯 想要清爽一点 可是太清淡好像又吃不下 那来个重口味刺激食欲好了 多了又会觉得很腻哦 一样也是吃不下 好 最棒最过瘾的 最能够无限量的 大概就是吃冰啊 喝冰水了 冰冰凉凉的入口 不管它是什么 都会觉得生命获得了救赎 可是啊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只要是你在吃冰的或喝冰的的时候 不管你是喝什么红茶 咖啡啊 哪怕它是无糖的哦 还是会有人跟你说 不好啦 不健康啦 好 特别如果你是女性朋友 夏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忌口 很容易被长辈刀念 外面已经够热了 你的北来汇又一直烧起来 真的是压力三大 很多人都说啊 吃冰的不好 不健康 但到底为什么不好 到底为什么不健康 这些理由都很充分 而且都很正确吗 有没有可能根本是误会一场 或者只是习惯使然 然后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呢 小鱼总结一些常见的说法哦 认为吃冰啊 不健康的 不外乎以下几个啦 首先呢 第一个都是啊 中医的说法 损伤脾胃功能 说吃冰的冰冷食物 会让你的阳气消耗 然后导致你消化不良啊 容易腹泻啊 然后腹长 再来就是会增加感冒风险 这派传统的说法认为 冰冷的食物会削弱你身体的免疫力 增加你感冒啊 跟其他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对此小鱼真是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这样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会加重你的关节痛 冰冷的食物啊 被认为会导致体内寒气聚积 然后会增加你的关节疼痛 跟风湿等问题 那不晓得前提是不是 你得先有关节跟风湿的问题啊 好然后再来就是导致你牙齿的敏感 吃冰冷的食物可能会刺激你的牙齿神经啊 让你感觉到敏感甚至是疼痛哦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很在意的 影响你的体重管理 就是过量食用冰品啊 会导致体重增加 小鱼在想应该是跟一些冰品 像是什么刹冰啊 冰淇淋或者是手摇晕好了 它就是有高糖分跟高热量啊 那会导致体重增加 应该跟它的温度无关 是跟它的含糖量有关吧 好再来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会引起你的胃痙攣 就是冰冷的食物会让你胃抽筋的感觉 让你肚子痛啊不舒服 这个说法的依据是说温差太大了 然后再来就是 认为冰冷食物会让你的皮肤不好 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啊 所以你皮肤可能看起来就会很暗沉啊 或者是很容易长痘痘之类的 好关于喝冰水啊 吃冰品啊 普遍认为最不好最不好的 影响最大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点了 就是影响女性的生理期 普遍认为冰冷的食物会让子宫收缩不好 然后影响你的经血循环啊 导致你生理痛啊这些问题哦 然后因为它会影响代谢嘛 减缓你的血液循环 让你手脚冰冷或是感觉很疲累 那这些观点呢 其实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中医 一些传统的健康观念 但现代医学对这些说法的支持并不一致哦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 有许多国家都有喝冰饮的习惯 甚至有一些习惯在台湾人的眼中看起来 可能会觉得 哦 怎么会这样很神奇哦 那以下是一些习惯喝冰水 而且很少喝热饮的国家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爱喝冰水吃冰品 一年365天都像在放暑假 然后只喝冰水 很少喝热水的国家 到底有哪些呢 好 首先第一个 就是台湾人最爱去的 日本 所以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 你进餐厅啊 要杯水啊 百分之百它送上来的会是冰的 那如果你是要喝热水 可能都要特别张罗 还不一定要得到哦 或者是它会给你热茶或热汤来代替哦 日本呢 全年提供冰水哦 不管季节是寒冷还是炎热 你在餐厅点餐的时候啊 冰水就是标配 很多日本人 特别是老一辈的 他们会习惯 一早起来就喝一大杯冰水 认为这有助于唤醒他们的身体 跟促进他们的代谢 冬天也一样 北海道也是这样哦 好 再来第二个国家就是韩国 韩国在这方面跟日本很相似哦 他们在冬天也会喝冰水 吃冰镇的食物 餐前时常提供冰水 而且啊像一般我们 比如说台湾会有凉面是干的 对不对 你可能还会配个热汤什么的 可是在韩国 他们是有冰冷的汤面 这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见哦 再加上你想想 韩国每餐是不是都会吃很多很多的小菜 这些也其实通通都是冰的 那其他很习惯喝冰水 吃冰淫的国家 还有像是美国啊 泰国啊 墨西哥 巴西 意大利等等哦 那如果这样子 吃冰的 喝冰的 真的如此的不健康 那这些地区的人们 他们的平均寿命跟健康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哦 以寿命这件事情来说好了 日本跟意大利的平均寿命最高了 韩国跟台湾的平均寿命 其实也高于全球平均哦 那如果是讲妇女健康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很多人认为说你吃冰的食物可能会影响你的妇科健康嘛 比方说你可能容易生理痛啊 或是有其他的问题 可是其实在日本韩国意大利台湾 妇女健康情况相对较好 妇科疾病的发病率并不高哦 健康保健措施蛮完善的啦 当然啦 如果我们要说啊 从资料来看啊 就吃冰啊 喝冰的是有益寿命 甚至是能够促进健康的 可能就太过的武断了 毕竟可以带来影响的条件还有太多太多了 像是环境啊 或者是搭配你其他的饮食习惯 甚至是基因 都是一个环节 通理可证 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一股脑的啊 把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像是生理期的经痛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就很单纯的推给 吃冰喝冰水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正面的医学理论跟观点 大家不一定要完全的深信不疑 甚至是也不一定要把它封为规念 可是小鱼建议大家 先放下过去几十年 你可能习惯的所谓的尝试 我们先敞开心胸 放下既定的印象 把自己的脑袋清空一下 听听看 看看那些支持吃冰 或者是喝冰水 无害健康 甚至有益健康的理论跟观点 到底有哪些 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首先第一个 他们认为可以调节体温 科学研究呢 冰水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降温 特别是在运动后 或者是高温的环境下 研究表明 饮用冰水可以帮助运动员 在高温环境中 更好的调节体温 来加强你的运动表现 冰水可以降低你的核心温度 帮助你运动后的体温 赶快恢复到正常水平 减少中暑的风险 那我想这一点 在大太阳底下 也是同理可振 所以真的气温很高的时候 喝喝冰水 也许是有益你身体健康的哦 好 第二个呢理由就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喝冰水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因为身体会需要消耗能量 来加热这个冷水 让它平衡体温 那这个过程呢 被称为食物热效应 然后所以也会产生一些卡路里的消耗啊 就有助于你的体重管理呢 好 再来一个点哦 小鱼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是 心理跟情绪的效益 据说啊 这一派理论的说法是 喝冰水啊 吃冰冷的食物 可以舒缓你的压力 帮助你情绪稳定 那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 就是感觉喝冰的 就可以把你的火都给浇熄了 会带来清凉跟舒适的感觉 那当然了 不可讳言 我在想 跟某一些甜品啊 像是冰淇淋啊 刷冰啊 或者是手摇引这些啊 毕竟他们就是有糖分的食物嘛 可以带来一些愉悦感 因为糖进入你的大脑 就提升你的血清素多巴胺水平啊 所以可以帮助你舒缓压力 改善情绪 这是可以理解的 冰食物可以带来刺激感 让你的神经系统产生一些愉悦 跟短暂的幸福感觉 再来啊 还有一个点说是可以帮助消化 有一些人认为呢 冰水啊 可以帮助食物在消化过程中 更快速的通过肠道 减少便秘的风险 他们认为冰水有助于 刺激肠道蠕动啊 加速消化的过程 总之来说呢 刚刚讲的这些理论跟观点啊 它可能是来自于 不同的科学研究跟国际实践 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适量的饮用冰水 跟食用一些冰冷的食物 不见得对健康有这么大的危害 如果说在天气很炎热的情况之下 你不想喝冰的自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是很想喝冰的 可是担心会损害你自己的健康 所以压抑着自己而不敢喝啊 畅快的喝啊 那就不见得是需要这么做 可以斟酌考虑一下哦 当我们在谈论吃冰啊 喝冰水的时候 特别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些传统中医的建议嘛 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会这么强调 要求大家不要吃冰冷的食物 认为冰冷的食物对身体有害呢 这些建议的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 其实小鱼认为是有的哦 你要想啊 在古代啊 食品的保存技术有限嘛 冰冷的食物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有可能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是食物中毒或者是拉肚子啊 好所以古代的大夫们会建议大家 尽量避免食用生冷的食物 降低疾病的风险是可以理解的哦 可是现代医学啊 状况不同了嘛 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啊 食品的保存跟卫生条件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食用冰冷的食物会产生的风险 也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不是没有哦 不是完全的没有 可是跟以前比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所以对多数人来说 适量的食用冰水啊 或者是食用冰镇过的食物是安全的 甚至还会有一些好处嘛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降温跟促进新陈代谢 好那如果下一次啊 当店员在问你 冰的还热的时候 你可以依照自己真心的喜好来做选择了 到底夏天应不应该喝冰水吃冰品呢 我们零零种种的提到了很多 正面跟反面的理论 以及相关的论述嘛 可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对冰冷的食物反应也不尽相同 这么说好了 如果理论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吃这样的食物 绝对没问题 但有可能你就是那百分之一哦 所以呢 小鱼建议大家哦 要听自己心底的声音 比方说我个人会选择在炎热的夏季 偶尔的享受冰饮 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愉快而且无害的 可是不见得你就一定要这样 小鱼做这个节目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卸下不必要的罪恶感哦 不要觉得喝冰的就是在残害自己的身体 其实不一定哦 还是要考量你自己实际的状况的 保持轻松愉快的态度来享受生活 适时的让自己清凉一下 那如果身体感觉不舒服 可以随时的调整 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健康方式哦 如果今天的聊聊为你带来了一点清凉的乐趣 请订阅于脑记不住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小鱼118谢谢你 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是发mail给小鱼 我期待您的每一条消息 下回想跟你分享更多更多有趣的话题 记得再回来陪小鱼聊天哟 See you